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秒松哥 这里是秒松哥又春天频道 在这里,秒松哥尝试一根系统的方式为大家解说优秀影片 比如从编剧、导演、剧情类型等角度为大家整理影单 然后按照影单为大家一一解说 今天继续咱们的乱伦直面人性丑恶系列 上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父亲猥胁儿女 给儿女们造成难以磨灭的童年阴影的意大利经典影片 心中的野兽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经典爱情片《烈火情人》 身为正解精英的父亲,却爱上了准儿媳 面对将要结婚的儿子和儿媳 他们的不伦之恋会走向何方呢? 这位正解精英又会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而后悔吗? 影片开始,一万那办公楼 史蒂芬和几个下属缓缓走下楼梯 尽管年余四十,却依旧风度翩翩,气宇不凡 最近他试图顺遂,即将要升职为内阁部长 就连首相对他摆平反金融法案也是赞不绝口 前途一片光明 此时正是史蒂芬置得意满的时候 文贤整洁的家里 妻子英格丽正在和儿子马丁通话 看见丈夫回来便草草挂掉电话 史蒂芬好奇儿子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 英格丽说他交了新女友 对于这一点,史蒂芬丝毫不感觉新奇 他只是费解那些与儿子交往的女人 难道就一点都看不出来马丁只是好色? 一句话惹的妻子敢忙冲他使眼色 要知道当着佣人的面这样评价儿子是很失礼的 史蒂芬失去的马上不再说话 听说丈夫今天被首相召见 妻子喜滋滋地问他感觉怎么样 史蒂芬显然没有妻子这样兴奋 正如他所言 相较于权利,他更看重家庭 说着在妻子的病边留下柔情一文 他端着酒杯站在火炉旁 环视周遭的一切 如果没有意外 也许自己余生都将被包裹在这平淡温润的世俗烟火之中 在政府晚宴上 史蒂芬打算喝完最后一杯就要回家了 可是话刚出口 一抹俊丽的身影就出现在门口 他试图从女人身上移开自己的视线 尽管已经转过身 却还是被女人捕捉到他的遗养 只见他静止走过来 并自我介绍说 他就是马丁新教的女友安娜 史蒂芬诧异地打亮着眼前这个女人 他周身都散发着 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 一袭黑衣裹不住狂乱迷情的眼神 他试探地问 你们交往多久了 只是几个月而已 安娜轻描淡写地回应道 同事端着两杯酒过来 打断了两人彼此的凝视 尽管同事在一旁 还在念叨着工作所事 但史蒂芬的眼睛却再离不开安娜 这个女人轻而易举的 就要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 搅弄得翻江倒海 周末 史蒂芬和妻子在家 如往常各自打发着时光 这时 窗外传来一阵喧闹 是马丁带着她的新女友安娜 来家里做客了 史蒂芬对这次到访愤感意外 英格丽对久未回家的儿子 充满戏谑地调侃说 你好啊 陌生人 母子俩亲密地拥抱问好 英格丽希望儿子 能够留下来吃顿饭 可马丁说 这次他们只有喝杯酒的时间 他热情地向安娜介绍自己的家人 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父亲 史蒂芬洋装 仿佛是第一次与安娜见面 没想到安娜也心领神会 默契地握手问好 花园里 马丁挽着母亲询问她的近况 英格丽说自己一切都好 说着回头看了看儿子的新女友 问道她怎么都不说话 没事吧 小女儿在一旁打趣她说 难道要陪你逛一整天花园吗 很快到了分别的时刻 安娜偷偷深情地瞄了一眼史蒂芬 这让她原本嫉妒的心情 此刻更加躁动不安 安娜在一家工艺品店工作 这天下班路过一个电话亭 她突然若有所思地停下脚步 镜头切换到史蒂芬办公室 此刻的她正在全身贯注地处理公文 却被一个突然到访的电话打断 那是安娜打来的 成年人的游戏从来都不会拖泥带水 史蒂芬简单明了地要来地址 并告诉安娜一个小时后见 挂掉电话 安娜迈着轻快的步伐 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史蒂芬如往常一样 坐在车上 洋装翻越着文件 可心却早已飞到安娜身边 在这个温良儒雅的外表下 谁能想到 内心却是翻腾炙热的岩浆 按照地址 史蒂芬找到了安娜的公寓 推开房门 他迫不及待地 四处搜寻女人的身影 当看到他勾魂射魄的眼神 史蒂芬再也把持不住 心底最原始的欲望 他不顾一切地和他欢愉 长久以来 所遵守的人生信条 此刻都被抛在了九霄云外 第二天 马丁突然出现在 史蒂芬的办公大楼 这样本来就心虚的他 感到措手不及 没想到 儿子是来告诉他 自己升职的消息 史蒂芬不知是该侥幸 没有被发现偷情而窃喜 还是作为父亲 该为儿子骄傲和自豪 马丁说 妈妈要一家人好好庆祝一下 史蒂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餐厅里 英格丽和丈夫女儿正准备点菜 安娜和马丁也如愿而至 这次就连外公爱德华也出席庆祝 他热情地和两个年轻人打招呼 安娜应对得体落落大方 爱德华说 我们现在全指望史蒂芬了 因为按照女婿目前的发展 他觉得十分满意 但史蒂芬却不以为意 随性的日子 马丁又来了香槟 看着外孙年少有为 爱德华由衷赞叹 马丁现在事业爱情双丰收 两个年轻人不由得四目含情 史蒂芬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心里却酸涩难当 眼里差点翻出泪花 席间 安娜第一次讲述自己的往事 一直以来 她都和家人过着颠沛的生活 母亲多情 至今和第四任丈夫居住在棕榈泉 父亲是一名外交官 常年在外奔波 作为母亲 英格丽总想对儿子迷恋的女人 有更多了解 可是马丁却责怪她 不要刨棍问迪 毕竟女友是来庆贺自己高升的 但安娜表示丝毫不会介意 史蒂芬一边抽着雪茄 一边侧耳聆听着这个女人的往事 安娜说自己有个哥哥 但是在16岁那年就自杀了 妹妹好奇地追问道 那你看到尸体了吗 是的看到了 安娜淡然地回答道 为什么自杀 英格丽一副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模样 思虑良久 她回答说为了爱 伤心的往事 让聚会变得越发沉重 马丁推说 自己还有工作没有做完 带着安娜离开了 看着儿子和新女友离开的背影 英格丽忧心忡忡地说 我不信任她 史蒂芬装作漫不经心 安慰其子 却更想宽慰自己 她说不要担心 年轻人不会认真的 她告诉妻子 自己有位处理完的公务 说完也步履匆忙地走了 深夜 安娜家楼下 马丁与女友一一惜别 却不想史蒂芬开车 也悄然而至 看着儿子离去的背影 她思理良久 但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安娜像是早有预感 今夜一定还会有人到访 她没有锁门 只是平静地坐在椅子上等着 果然门开了 史蒂芬一脸疲惫 松掉领带 她紧乎哀求地说 我们得想个办法 整晚 她都在儿子 与安娜的狼情一切中煎熬 她无时无刻都想要抚摸她 尽管安娜告诉她 不必担心 自己又不会跑掉 可这轻描淡显的一句话 怎能抚慰她备受煎熬的心 史蒂芬用力地 抚摸着她的脸 一边没问她是谁 为什么可以轻而易举 扯下自己精英多年的面具 让她如临深渊 他们尽一切可能 享受着肉体的欢愉 道德感 如他们褪去的衣衫 撕扯时 竟是蛮横而粗鲁的 可见道德感 羞耻心 就像遮羞的衣衫一般 对于他们 竟也成了束缚 与语之后 两个人赤条条躺在床上 史蒂芬问起了 餐桌上安娜没有说完的往事 原来 从小安娜 并与哥哥相依为伴 虽然时常去屋顶索 却始终形影不离 年纪一日久 哥哥竟生出 想要独占妹妹的想法 生性自由的她 怎能甘心被自己的哥哥束缚 正如安娜所说 受狗伤的人最危险 因为他们懂得如何生存 遭到拒绝后 哥哥心灰意冷 选择了自杀 当她亲眼目睹这一惨状后 内心就落下了 不可磨灭的创伤 史蒂芬抚摸着她的头发 充满温柔地 要她周末 陪自己去布鲁塞尔开会 可安娜说 周末要跟马丁约会 并希望史蒂芬 可以顺其自然 不打破现状 爱情总是让人冲昏头脑 更让人无法抗拒 尽管不情愿 但史蒂芬 只能违心地保持了沉默 很快就到了周末 史蒂芬准备和妻女 用完早餐后就出发 她叮嘱妻子 自己不在的时候 如果有事 可以找儿子回来 但妻子说 马丁和安娜 要去巴黎的鲁梯夏酒店 共度周末 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让史蒂芬彻底没得食欲 她拿起公文包 匆忙和妻子告别后 就出发了 会议室里 各级政府要员 正在一起开会 然而英格丽说的话 在史蒂芬心底 激起层层涟漪 久久不能平静 她根本无形会议内容 在纸上不停地 胡乱画着什么 终于等到散会 期间大家有12个小时 可以休息 但史蒂芬 却连夜赶去了巴黎 她像一只发行人的猛兽 奔走在前去偷情的路上 她找到鲁梯夏酒店 一个电话 把安娜叫了出来 二人相见 浴火中烧 分外难耐 拐进小巷 史蒂芬终于忍受不住 她不再是 温良儒雅的丈夫和父亲 更不是行为内敛 举止翩翩的政府要员 在安娜面前 她就是一个 愈合难填的中年男人 为了一解相思之苦 史蒂芬干脆 在安娜对面的旅馆 租了一个房间 当看到儿子 与安娜举止亲密 她苦笑了两下 准备拿起餐具吃饭 可很快 笑容逐渐在脸上消失 她犹如失去 心爱玩具的孩子 痛苦地蜷缩在床上 不停抽气 这一天 史蒂芬在公园里 约见了安娜 思虑良久 她终于做出决定 甘愿抛弃眼前的一切 与安娜私奔 因为她再也忍受不了 与别人分享安娜的痛苦 沉阴片刻 安娜冷静地告诉她 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 离婚之后 你又会得到什么 史蒂芬只感到既痛苦又失望 但安娜却极为享受 游走在这对父子之间 她太知道 她因压抑而难以抑制的欲望 她要她永远都对她充满渴望 电视里 作为政府耀眼的史蒂芬侃侃而谈 安娜吃着汉堡 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英格力却对丈夫 在电视中认真的表现极为满意 她使她在仕途上忠实的粉丝 当年 她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时 她就被那种认真细致的态度所吸引 时至今日依旧没有改变 史蒂芬轻拂着妻子的脸颊 仿佛又回到从前 按照约会的时间 史蒂芬步履匆匆地赶到安娜家楼下 她不愿意浪费一点 和这个女人共处的时间 可是迎接她的 不只是安娜 还有另外一个男人 比特 还没等史蒂芬开口 就忙着向比特介绍说 这是马丁的父亲 来向我接一本书 同时 她告诉史蒂芬 比特总是突然到访 弄得人措手不及 眼看三个人的气氛 变得更加尴尬 安娜赶忙起身 说句拿书 便走开了 男人的嫉妒心 促使史蒂芬开口问道 你和安娜很熟吗 是的 毕竟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比特回答说 她坦言 马丁是安娜最好的选择 至少比和自己在一起 要好得多 言语不多 但史蒂芬已经感觉到 这个男人和安娜关系 非同一般 临别时 她隐晦地告诉安娜 改天在一起聚聚 走出门的史蒂芬 才又折返回去 史蒂芬质问安娜 那个男人究竟是谁 只见她平静地说 她是与我 青梅周末 一起长大的朋友 15岁那年 因为比特吻了自己 从而导致哥哥发狂 最后自杀身亡 出于无奈 他和母亲 只能搬去比特家赞助 也正是在那时 他与比特出场禁国 往事再提 安娜泪眼婆娑 史蒂芬只能万般柔情 抚慰这个女人 周末 一家人驱车要到 外公的庄园 为英格丽庆生 却不想马丁 会险安娜一起出席 这样母亲身为不悦 不知道为什么 英格丽就是没有办法 喜欢安娜 英格丽的父辈们 在这座庄园 已经生活了200年 浩克的祖父 向安娜介绍墙壁上的画像 马丁感叹 自己在这里 度过了完美的童年 但就是缺少 父亲的温暖陪伴 而略感缺憾 史蒂芬一直认为 家庭比事业重要 却不想和孩子 有着隔膜 这又是多么大的讽刺 安娜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情有僻静的庄园里 史蒂芬孤独落寞 却始终保持着高贵 优雅自信的步伐 看到全家人其乐融融 不免心中无谓沉杂 聚会上 马丁向大家宣布 自己已经向安娜求婚成功了 史蒂芬万分错愕地看着安娜 有了恭喜的这层关系 像是从此 都被封印在这段不堪的关系中 再也不能翻身 心一慌 竟然打翻了桌上的红酒 眼前一片狼藉 饭后 史蒂芬有儿子打起了台球 儿子说很抱歉 之前跟父亲说了 自己却是父爱温暖的话 这不仅伤了她的心 同时更伤了妈妈的心 因为不管自己娶谁做新娘 妈妈都不会满意 马丁坦言 自己被安娜身上那种 独特的魅力所吸引 史蒂芬告诉儿子 这个女人并不适合她 但是马丁却笃定地看着她说 那时你不了解她 独处时 安娜就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这一点 史蒂芬又怎能不知道 只是 她不知道还能跟儿子 再说些什么 夜晚 史蒂芬盯到门外 隐约传来脚步声 打开房门 竟看到安娜竟站在走廊 寒清默默地看着自己 她像是被湿了魔咒一般 跟着她进了房间 却不想离开时 被女儿撞见 办公室里 一直不知道 该如何跟女儿解释的 史蒂芬分外心烦 她索性将满腔怒火 全部都倾斜在下属身上 并十分严厉 批评大家的工作态度 不免就礼的众人 被弄得一头雾水 只能谨小慎微继续工作 回到家 史蒂芬看到女儿 独自看着电视 觉得是时候解释一下 那晚女儿看到的画面 她将自己苦心思量的台词 说给了女儿 还没说完 女儿就打断她说道 知道了爸爸 史蒂芬没想到 让自己心烦一天的事 就这样被轻易地化解了 这一天 安娜的母亲受邀 到史蒂芬家里做客 她对女儿能嫁给马丁 倍感欣慰 虽然女儿喜欢的 并不是这一类型的 这句话 让英格丽十分费解 安娜母亲解释说 因为女儿 一直喜欢的都是 郁郁寡欢 不好相处的类型 马丁说 是指比特吗 自己见过他 并认为他人很不错 提起比特 未来月母有些诧异 他缓了缓 然后说 这样他想起了安娜的哥哥 安娜想阻止母亲 不要提及 让人难过的往事 但是悲伤的情绪 还是不可避免地 扩散开来 回家的路上 安娜母亲 为自己不合时宜的言辞 向史蒂芬道歉 史蒂芬宽慰她说 没关系 安娜母亲接着说 和马丁结婚 是女儿的姓氏 她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并希望史蒂芬可以退出 一句话 惊得史蒂芬 不知该如何是好 安娜母亲 观察着她整晚 这个男人 始终不敢睁眼看一次 自己未来的儿媳 史蒂芬万没想到 这个貌不惊人的女人 特意动若观火 一语重地 临别时 她还不忘再次叮嘱史蒂芬 要赶快放弃这段 不伦的关系 司机问她 接下来去哪里 史蒂芬说要四处转转 要好好想一想这段关系 她疲倦地闭上眼睛 在理智与道德之间拉扯 她屡次提醒自己 悬崖勒马 然而总在激情和冲动中 办下阵来 看来现在 是时候做决断了 史蒂芬让司机 把车停在一处电话亭旁 正在工作的安娜 接到了史蒂芬 打来的电话 史蒂芬平静地说 我要放弃你了 这样对马丁和你都好 成年的游戏 总是无声地开始 又无声地结束 在一句对不起后 安娜举着盲音的话筒 愣愣地出声 做出抉择的史蒂芬 来到马丁工作的报官 同时将他 赢到儿子的工位 愣愣看着的 是电脑前摆放着自己 和儿子 还有安娜的合影 就连马丁来了 都没察觉 反而吓了一跳 儿子说 你拿去吧 他欣喜地 把相片揣进怀里 马丁说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史蒂芬落寞地说 一时感伤 他承认儿子 对自己的评价 对家人很冷淡 原本自己可以掌控人生 但是他错了 很多事是无法掌控的 父亲一反常态的样子 让马丁一头雾水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接踵而来的工作打断了 史蒂芬只好无奈地 摇了摇头离开了 夜晚滑灯初上 史蒂芬坐在办公室 愣愣地望着窗外 感情上的失落 让他一蹶不振 这时 桌上的电话 传来一阵急速的铃声 他下意识地赶忙接起来 打来的却是妻子 他告诉丈夫 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妻子失望地挂掉电话 可空荡荡的办公室里 只有史蒂芬自己一个人 史蒂芬像是得了肿感冒一样 颓然地泡在浴缸里 妻子却丝毫没有察觉出他的力量 尽管痛定思痛做出了选择 可安娜的身影 却始终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终于忍不住 史蒂芬还是给安娜打去了电话 当听到儿子的声音时 他又迅速地挂掉了电话 第二天 史蒂芬依旧望着窗外发呆 下属推门送来一个邮件 他拆开 看着史蒂芬匆忙离去的背影 就连秘书都倍感意外 一向沉着稳重的上司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慌张忙乱 公寓里 工人们正准备装修 按照地址 史蒂芬找到了公寓的最顶层 打开房门 里面并不见安娜的踪影 只有主角笔记本上 记载着下次见面的日期 回到家 安娜如无其事地 和马丁继续商讨着婚礼事宜 他回头看见 正在凝视着自己的史蒂芬 只见他将公寓的钥匙 比在自己的嘴唇上 安娜会心地笑了笑 趁私下无人 他告诉史蒂芬 如果不是因为你 自己根本不会答应马丁的求婚 两人约会的日子很快到了 史蒂芬急不可耐地 一路小跑 赶着和情人赴约 安娜也费尽心思地装扮 约会的爱潮 也许再续前缘太过兴奋 以至于史蒂芬进门时 都忘记拔下门上的钥匙 正当两人在床上翻语覆语时 他们不知道 马丁机缘巧合地 也来供狱找安娜 让马丁眉头紧锁 可是当他推开门 自己的父亲与未婚妻 两人赤条条交合正欢 他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切 尽管史蒂芬想安抚儿子 希望能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机会 但马丁一步步退出房间 却不料翻身坠下楼梯 眼见儿子当场丧命 史蒂芬来不及悲痛 更加顾不得赤裸身体 一路狂奔下楼 抱起儿子尚有余温的尸体 失声痛哭 安娜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惊主了 除了脸颊流下一滴眼泪再无其他 不多时 他穿戴整齐便悄然离去 只留下这个崩溃的男人 还有他无法重建的生活 恰如他当初所说 受过伤的人最危险 他们知道如何幸存 噩耗传来 史蒂芬家门口聚集了众多媒体记者 网日的政界交子 如今变成了众矢之地 由于太过悲伤 英格丽只有靠疼痛 才能减轻痛苦 于是他自残 将自己弄得一脸伤痕 通过妻子 史蒂芬才知道 原来是房东打算去安娜的单位 告诉他如何使用热水器 恰巧马丁就在那里 他并不知道未婚妻 背着自己租了公寓 于是他抄下地址 找到那里 英格丽咆哮了质问史蒂芬 为什么不自杀 这样自己还有理由不那么恨他 还能为他受伤 悲痛欲觉得他 哭晕在这个男人的怀里 第二天当他醒来时 看见史蒂芬 他多希望这一切都只是梦 冷静下来的英格丽意识到 每个人都有此生挚爱 自己的挚爱是儿子 史蒂芬的挚爱是安娜 那么安娜的挚爱又是谁呢 七里子散 前途近回的史蒂芬 在多年后再次遇见安娜的情景 史蒂芬的旁白是这样的 后来我只见过他一次 偶然相遇 在机场转机 他没看见我 他跟比特在一起 手中抱着一个孩子 跟别的女人 没什么两样 电影结束 生活中 人人都有选择幸福的权利 但当禁忌 成为了阻碍人们 追求幸福的符咒 那将不仅是性的悲剧 情的悲剧 家庭的悲剧 更是横根在 所有人眼前的命运悲剧 婚姻是理性的 自由的 进而才是神圣的 悲剧的是 爱情与欲望 却不能由理性来掌控 面对这个问题 但愿上帝可以给出答案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下期视频继续咱们的 乱伦 直面人性仇恶影单 给大家带来一个 大叔为靠近罗里 而娶其母为奇 最后 却落得悲惨下场的故事 谢谢各位小伙伴们 一无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